追吧 打狗頭推薦帶一個魔抗 帶魔抗會好打一點 帶護甲沒什麼 抗花 打狗頭推薦了 把握合 掃狗頭推薦 丟掉 要把你一個屈體刊斷具 回家出去 沒事,慢二速三專打狗頭這種 猥瑣的,你看上去好像拿他沒辦法 實際上那個線馬上就回推出來了 不著急了,這裡是不掉兵線的,你直接踢出來就不會掉兵了,但是你前提是 你前兩波線不要推的太快,像這把我就推的有點快了 但也好 主要是你自己買了一個萃取 你跟他對著刷你並不會覺得說有什麼 你只要這裡別被抓死就好 只要別被抓死就沒問題 發Q隨便拿Q 無所謂 等一下他一定會叫人來對吧 這就是慢速三這裡稍微可以給你們示範一下 他一定會叫打野推,他只要不帶傳送上單 你先炸的是一定要叫打野來幫推 從這裡開始打野已經介入對線了 南槍還是會回來幫他推 所以我經常跟你們說 上單不帶傳送玩的都會比較自私 這樣你們理解了吧 這兵線層面上的東西 為什麼我說帶點燃 或者說你帶其他技能 比如你帶幾號什麼 會比較自私 就這樣 你先一旦被控就一定會叫打野來幫你吃 有的 觀眾可能會說那團隊遊戲隊友幫自己不是應該 但我並不這麼認為 你叫別人幫你 實際上隊友在幫你完成這種 本應該是由你自己來完成的這種推線的東西 但是卻由你隊友的 團隊的名義來完成 那本身 他就已經有一點點那種 你占用隊友的自由 就那種感覺 那他只能這麼玩 就是本來這個兵線 你如果自己 玩的正常的話 他實際上不應該是這樣 但是因為說 你不帶傳送 或者你對兵線的東西 控制有問題 導致你隊友必須來這樣幫你解 實際上玩很自私 不走啊 你不走我又跟你換了 跟他換了 我先推進去跟他換 南強上半區是沒有野的 看他走不走 不走還是死 你走不走 不走 鎖住應該死不掉 狗頭這英雄 你打不過是兵線的問題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錄玻璃 打狗頭的那些錄像 基本上我打狗頭都是靠兵線來運作的 就打一個 打一個整體對線的運動 你只要把對線的東西掺透了 他基本上很痛苦很難受 所以我們推完走 南強來了 這裡狗頭上線要想不被壓他就直接放義來推線 但是我們這裡是不擔心的他推就讓他推 沒關係 他這裡肯定會直接一兵 他不一兵他就炸了如果他一刀一刀骨 他這裡只能反過來推一波讓我虧一點 從現在開始就有點難殺他 但是沒關係 我們盡量控制這個兵線在我們防禦塔這邊就好了 不會有很大問題 是不是有鱷魚 鱷魚的東西見一般 這英雄有點問題 他想補這個刀的話 他容易補我所謂 車他是肯定會補 車也不補 我已經有點壞了 咦 卡了嗎 他吃果子去了 鱷魚搬勇恩 會有那麼多人玩勇恩上戰 打勇恩你慢慢打就好 打大部分英雄其實都是兵線的問題 他觸發風騎了 他這裡技能應該好 注意躲才行 可以去蹭一下 12點上風 可能死 哎 兵器好 我們先不要出去 等艾克快到了我們再出去 這根不要了沒什麼 打就好 我操 哈哈 還行還行 可以藍槍來蹭魚 沒事 我 是 噢 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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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好 好配合 這艾克完全好 不然我打了一下 但是我血量對不了線 艾克擋了一下 第一段傷害沒打了 175 這傢伙有急跑的,小心點 我直接閃 直接閃也沒辦法 劍魔殘血不要慌 我打他能這麼痛啊 還行 他死得慢點 經典連招 監獄不倒了這裡 打狗球是兵線的問題 你上這裡 如果我們沒有閃現的話大概就他開個幾個我就死了 但一個閃現換到兩個技能就很賺 不著急 記得打狗頭慢二速三啊 不行就慢二速四也可以 就慢二速三就是讓你前面兩波線慢推 存到三波線之後就那個 狗頭帶AP是可以稍微緩解一點 他買多然界的話 沒事這把艾克肥就好打你 我買了CD鞋 有的觀眾可能會覺得奇怪那為什麼買CD鞋 你不買水晶鞋那些嗎不用 你這時候你買CD鞋是最大貨的因為 無論是你說打團吧你也不打團水晶鞋用不到 你對線把他Q傷害沒起來你換步甲鞋也沒必要那你不如買CD鞋 技能賺得快一點對不對 好用的 相信我 先買CD鞋好用 傲慢之鞋 還行吧 建模是那種靠打技能的英雄啊就大家玩建模千萬不要 上來就對吧這個技能一丟那個技能一丟甩完之後就在那邊 平A了 就我看很多人玩建模都是這樣 就玩得有點笨笨的 對吧 就這樣不好 建模這個技能形 你想靠 你想靠他技能打傷害的話就 你得平衡好技能就比如說 你交了Q就不要交W了我看有些人玩就 就W在那亂交Q交完之後導致自己技能 沒有連貫性的打不出爆發就在一直讓他平A 不好之鞋 建模不是個平A英雄 要玩平A可以選別的上等 可以越了 越了 這個都越了 防禦塔渡城即將破爐 我吵就艾克不分我塔全 我平A那是光靠A就A的死那肯定A 一換一 他這裡是有可能殺的死我們啊 他大招數值還是挺高 Q竟然減CB然後加雙抗 哇 我真來了 這也不急了先可以交大 就走就好 沒關係 可以繞回來 閃不閃 EW接三段只能二段Q三段接不到 你說QEW那我打個示範給你 比如說這是一個移動單位啊 QEW斜Q 這樣拉回來就 很經典的連招 不過你這樣是把技能甩完了如果你 這樣其實也有壞處的如果你 你不能確保說對方那種 你不能確保對方說那種 就打完一套才能反打你就好不要亂 亂放置 再推一波線 EW EW你就Q啊 你算好距離啊 玩劍魔距離感 很重要 因為這英雄技能全都是肥紫傷性 而且他有特定距離 特定傷害 不一樣 他往這邊走說明男槍可能過來 這也會解釋 我是哪裏 我是閃壓 走 看你能接三段你怎麼都接不到 這個你不用太糾結 平時你多玩就會 不用太刻意去練 我覺得兵線的東西稍微重要一點 操作的東西你後天玩的多了自然就習慣了 劍魔你距離感你把握好就行 劍魔其實連招 他不是順序怎麼打 你想完成一些連招就主要是 看你的距離感 我操大哥 你們兩個都找死了 你們兩個都找死了 這才抓的 我兩件 跳彈 跳彈 是啥 我喜歡出星蟲 是因為他有個盾的 他這個盾 他不止有個盾 他這個效果是有三段 就是移速護盾跟一個百分比 你那個百分比傷害他是單體的 也就是說你你會有個百分比的一個 刺死劍器懂吧就相當於你出星蟲是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你有兩個刺死劍器 你這麼去看你就 明白了為什麼突然 在觸發那一段好像 吸了一口很多的血 就是這個原因 根本死了呀 如何評價默認 不太適合國斧 你要抽也行 可能是我玩得不太行 我出是 真感覺不太適合國斧 國斧很多時候 那個團戰什麼 我辣媽你 這國斧有的時候那個團戰 他那個節奏打起來有點奇怪 對星蟲他是有百分比的 百分比再配這個 後期大概是 百分之多少我忘了 我真秒了 三陣 打狗頭狗頭叫個一陣 然後開了卡燒 再不在 再也換東西 輪郎 無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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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けど 對不起 散 讓給隊友吃了 可以三殺的沒必要 因為前面我也拿了能槍 哎呦 你讓我爽我讓你爽我操 好舒服呀 好久沒有這麼爽過了 哇操好舒服呀這把遊戲玩的 哇操我讓他舒服他讓我舒服 太舒服了又舒服又能爽又能贏 這就是魔法遊戲的魅力 這叫互利供應你知道嗎 這就叫正合博弈 基於信任構築起來的 正合博弈是真的還不錯 這發問他要幹嘛 發問他 哎呀你這個很煩 操了虛弱 這個虛弱很致命 沒這個虛弱 一包應該拿下 哇操這什麼傷害 別說這澤拉斯還挺賊的那你偷傷害 他好痛啊這籃槍打了 這個是算技能吧這算他平A的是不是算男槍是平A的我感覺應該 唉 算了算了算了 壞了就挑單 一個靈魂吹起 AQ AQ A A 5個大 這怎麼痛啊 這永恩才一箭破敗 我操 這個也沒中多少傷害 一箭破敗殺狗 我一箭裝備能把狗頭幹死我 我感覺有點困難 25塊 跳彈 被看見 來來來你往這裡走 快三箭 兩箭 他這個又不加傷害他只是 增傷而已 打到了稍微增傷 其實增不了多少 破敗好強 下路帶過去啊 下路帶過去我不著急 走 嗯 別跑啦 5殺 可惜不能說 哇塞他幫我拿沒必要沒必要 算了算了算了 猜了吧他不出來就算了 這個後期百分比成長很高的 喔對喲我算黑切加這個我沒有把那個算進去 他神裝加多少是40%拿下大家點個關注吧